疫苗第16期今天开打 但是最近第一二第二剂的接种速度越来越慢了 让医师看了担心 涵盖率会持续卡关冲不太上去 而专家认为 这可能是跟本土疫情持续加龄有关 再加上有部分民众觉得 疫苗打好打满 还是会遭到突破性感染 因此就连第二剂也不太想打了 对此专家呼吁 国内疫苗接种不均 因此只要病毒一来 肯定会往没有打疫苗 或者是没有完整接种的民众那边去爆开来 建议尤其是长者跟青少年 应该趁着现在疫情控制稳定时 赶快打疫苗 否则等到疫情爆发了 会来不及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第16期疫苗开打 花博接种站打气不错 预估一天BNT疫苗就能打满超过1400剂 但同一时间长跟接种站却超冷清 现场几乎没什么人 整天AZ加BNT的总预约剂量还不到120剂 现场医护人员显得发黄 那加龄很久了 大家觉得在台湾很安全 所以我们有出国的必要 不要说严重的不良反应 只要有轻微的不舒服 他会认为说打第二剂会不会更严重 对Omicron病毒大家会担心说 会不会打的疫苗没有效 有可能保护力一定是会下降 疫苗涵盖率不够的话 对Omicron是完全无招架之力 国内第一第二剂疫苗的接种速度趋缓 让医师游行涵盖率会持续卡关 对此领口常跟医院副院长邱振许呼吁 现在Omicron变种株的感染力越来越快 如果国内疫苗打气迟滞 会让人很担心 疫苗接种不均是造成疫情破口的重要原因 病毒一来肯定往没打疫苗 或未完成接种的人跑 大家应趁本土疫情稳定时 加快接种速度 否则等疫情爆发才来接种 会来不及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主要是因为台湾的疫情稳定 再加上想打的应该大部分都打的 不想打的还是不愿意打 这种时候应该透过家庭医师的制度 尽量去劝病人要赶快施打疫苗 国人似乎被加龄宠坏危机意识降低 但随着病毒不断变异 恐怕得谨慎以对 在台北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